我错了 爱情是经不起测试的 我输了 我彻底的输了 本来我有机会赢回少凯的 可是现在我 陆敏 本来我是可以赢的 陆敏 陆敏 你要冷静一点 陆敏 冷静一点 我不想失去少看 我知道 我知道的 可是你现在一定要记得不要慌 要冷静一点 你要知道你现在要对他更好一些 可是我一直对他很好 你听着 要更好 只要你让他觉得你对他好 让他舍不得离开你就行了 还有 你要记得 你还有个了不起的棋子 就是少伯母 可是心不在 人留住了有什么用 可是留住人了 心慢慢就快回来了 你要记住 这种事情千万不要闹大 闹大了以后 就算两个人有心回头 挨着面子 也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要记住 你要绝对信任少凯 不可以再怀疑他了 就算他跟那个女人还见面 也要装作不知道 在他的面前要绝对信任他 你要我对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 是等待 等待 对 等待 等待是让他回头的唯一出路 你来 我愿意 我愿意 那你跟他说再见没有 我们说好了 要回到各自的生活里 为自己的幸福努力 你这算什么 这个就叫做红粪之极 青山之交 我不懂 你不需要动 你只要听我的就行了 说清楚 你打算要怎么办 我劝你不要玩火 你放心了 我会有分寸的 每个人都需要朋友 不是吗 我打算把我们俩的感情升华 有时候做朋友 必做情人 来得更长久 不是吗 待会儿我们去喝杯咖啡 我打算在上海 开个景观工作室 走啊 现在每天一举一动 都被人家控制设计得好好的 浩然一家不喜欢我工作 可是不工作我又能干嘛呢 我总不能每天都等着当中太太 一大早起来 开始猜测浩然喜欢什么 重妈妈希望我怎么样 我觉得好无聊 每个人都有她需要扮演的角色吗 听听 你大老远跑到上海来 不只是为了陪我当中太太吧 我 难道你不喜欢做点事情 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吗 浩然有副薪水给我 而且我也不打算长期待在上海 我男朋友已经寂寞难耐了 你不会要回台湾了吧 也不是了 如果你有想要做的事 我一定会支持你的 听听 你一定要留下来帮我 要是没有你的话 我就更故障难鸣了 我希望在上海能抓到点机会 一旦我自己有了稳定的收入 我就算不靠浩然家 我也可以把爸爸接过来 不是我说你 有一件事 我知道 我要跟少海保持距离 当然一定要的 但是 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什么事 看你神秘兮兮的 你不能老把自己 当成浩然家的外人 你开口闭口都是浩然他们家 你根本没有把自己和浩然放在一起 这样会很糟糕 你不想把自己当成他们家人 他们又怎么能把你当成自己人呢 我跟他们 本来就不是一家人吗 你们要结婚了 婚后就是一家人了 就算要结婚 还是要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 结婚不代表要丢掉自己 完全只当某某人的老婆 至少我不会的 华志玲 请你听清楚 你要嫁的不是普通的家庭 是当下最热门的电子新贵 全台湾数一数二大富豪的独生子 我想跟你聊一下我的计划 我有个学长 想在上海投资房地产 我想跟他联系一下 借用他在上海的人脉 判谈录 我并不是想做得很大 但绝不是什么也不做 那我们聊聊看 我们的工作室选哪个地点比较好 浩然啊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你呀 应该好好管管你的老婆了 就是因为你对他太好了 好好好 等他回来 叫他给你打电话 工作室的地点就选在那里 好不好 喂 你为什么还没回家 去哪里了 我跟婷婷在一起 我们在喝咖啡 是吗 她正在你身边吗 当然 不信 我让她跟你讲话 不用了 我没有 我没有不信任你的意思 你们在聊什么 不能回家聊吗 再说妈一个人在家 作为晚辈 你该陪她的 可是 我有我自己的事情啊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事情 但是 我现在跟婷婷聊 重新开公司的事情 你在哪里啊 在一家咖啡厅 好 晚上搭车回家 我想跟你谈一谈 你今天不是要开会吗 我不想影响到你的工作 有什么事的话 我们回家再谈吧 好 那你现在立刻搭车回家去 为什么 我跟婷婷刚刚谈到一半 而且我等一下要约一个学长 学长 什么学长 你现在想在电话里头 跟我谈历史吗 好 你等一会儿 我让婷婷打份履历表寄过去 给你过目 你可不可以别这么大声 我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我喜欢生气 可是你说话的方式 真的让人很不舒服 志玲 你防卫心太强了 是 我防卫心是很强 因为我觉得你侵犯了我 我也希望有自己的时间 有我自己的空间 可是你什么都要管 我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好 我不跟你吵了 你跟婷婷慢慢聊吧 不想回来吃饭也没关系 我会跟妈说 说我跟你在外面吃饭 她才不会追问你去了哪里 所以我请你 我请你回家的时候 给我打一个电话 我在办公室里吃便当 你刚才不是说想要开工作室吗 看啊 我们去想 来呀来啊 说嘛说嘛 我们看在哪儿 妈 什么事啊 我听卉卉说 你今天没有上班 她妈妈早上看到你了 你一定睡了一整天 还没有吃东西 我去煮 陆敏 你昨天找我了 你手机没开 我有点担心 你是不是等我一个晚上 昨天下雨天气有点凉 你等我一个晚上 你等了我一个晚上吗 对 你昨天去哪了 我有点烦 随便走走 我不想跟踪你 可是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去找她了 我昨天跟华之灵约好的 她要去看图纸 可是她没来 我去公司找你 你不在公司也不在工地 我昨天真的去外滩散步了 我最近比较烦 你知道我比较喜欢那个地方 你真的没有去见她 我连她住哪里我都不知道 你有没有骗我 我只是对现在的工作 感到不太适应 昨天总工程师 突然宣布暂时停工 我跟她有争执 后来我才知道 她是为了回扣的问题 我真的不太喜欢这份工作 对不起 我误会你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教书的工作 单纯 是文化不同 在上言上 你要努力地适应社会 我给你煮饺子吃吧 陆明 陆明 现在不论是在上海 还是在北京 大概都是三十岁左右 新崛起的势力 是自然世代交替吗 如果你有很强的事业心的话 你一定会成功的 现在呢 你只要把服装公司 代理权谈好了 公司设立的事情 我会处理的 你不是跟婷婷在一起吗 我让她先回去了 忙完了 其实我不需要加班的 我是在等你 刚才芝美打电话过来 她再带了一个新的服装品牌 因为她的公司还没有设立 所以我就建议她 先以个人名义立约 这公司设立的事情 我有几个朋友 在法务部可以帮她处理 但是我跟她说 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是要找你来当的 她提都没跟我提过 跟我提不也是一样的吗 更何况 你总让人找不到你 你不需要拐狗弯骂我 我没有义务让你每一分钟 都知道我在哪里 我应该有我的自由吧 如果夫妻之间 每个人都要求绝对的自由 不放弃单身生活的部分优势 不去体谅对方的话 那这婚姻该怎么维系下去呢 我都觉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志玲 你要学会适应环境 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芝美不就很好吗 她在欧洲过得很好 那也许我适合当一株植物 什么 植物 我不喜欢变动 我们回去吧 等一下 我们之间 可不可以先不要谈嫁娶 不要谈你娶我 或者是我嫁给你 你在说什么 难道说 你要我入坠吗 我是毒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 在我的观念里 我觉得夫妻之间 应该像事业上的伙伴 各自出一份心力 经营一份共同人生 我希望我们的关系 就像旅途上的伴侣 可以一起分享快乐 一起分享挫折 我希望我们是那样的关系 可以像情人 像朋友 更像家人 而不是老师 你做你的安排 你做你的决定 让我来配合你 完全没有顾到我的坦涉 好 那我问你 你要什么 你永远只有对不起 对不起我做不到 对不起那不是我 你说的对不起 总让我觉得 你没有一点点错 我只是不希望 我的生活 被人家这样的安排 我有我的脑子 我有思想 我不喜欢学交际舞 我不喜欢应酬 不喜欢一大早 化了妆 在那里吃早餐 这是社会化 这是文化 文明人都自有一套规矩的 我觉得那像工厂里的 模子压出来的饼干 每一块大小一样 形状一样 盐 淀粉 脂肪 都分配得刚刚好 浩然 我真的不是那种女人 没错 就因为你不是这样的女人 所以我才这么爱你 好 你的事情我可以帮你解决 你要工作 我可以帮你跟妈说 志玲 你昨天下午 是不是约了你的学长 不敢让我知道 昨天我在街上 看到你跟一个男人在一起 其实我可以理解 你在工作上 会有一些朋友 但是我希望 你能对我诚实 因为诚实可以避免误会 我们回去吧 浩然 你真的爱我吗 我如果不爱你 我就不会做这么多了 可是 你怎么能确定 你真的爱我 你呢 你爱我吗 你不爱我 对不对 你不爱我 只是我爱你 所以很多事情 你不能接受 你也不能给我 多一点温柔 对不起 我脾气不太好 不怪你 如果你真的爱我 你会为我做任何改变 你也会为了我 为我付出多一点的耐心 是你不爱我的 是我自己努力不够了 可是 大仅 来 我 陆敏 还有点热 再吃一颗药就应该好了 不吃了 药太苦了 我刚才差点吐了 那可不行 你不吃的话 发烧把脑子烧坏了 你变成一个傻瓜 以后我就不娶你了 起来吃药 起来 吃下的 好了 再睡一会儿吧 再睡一会儿明天就好了 你别走 陪我多待一会儿吧 那不行 你还要睡觉 明天还要上班呢 那就不上班 别任性 睡吧 我真的不想睡 睡一会儿 你今天对我真好 我希望以后病都不要好起来了 傻瓜 这会儿好香啊 我喜欢 我喜欢 我喜欢白色 香水百合的颜色 你今天这会儿真的对我很好 我会一直对你很好的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已经问过我一百遍了吧 那我想要一个戒指 戒指 对啊 我们去买一对戒指 我这样没有安全感 我想要一个承诺 好 等你病好了 我们就去买 睡吧 来 你爸妈都在外面呢 那怕什么呀 干嘛又不会进来 再说进来又怎么样 咱们都快结婚了 不太好 睡觉吧 来 那 你抱抱我 咱们俩说会儿话 你知道吗 我离不开你 我真的离不开你 光是想 我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答应他出去工作了 这么丢脸的事情你都答应了 妈 支离人是靠实力在赚钱吗 你告诉他 我一个月给他二十万的零用钱 让他什么都别做 这不是钱的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呀 工作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你让他出去工作 你会后悔的 妈 你体谅我好不好 我是在保护你呀 你会要一个比你还忙的老婆吗 你希望你在外面干事业 为了几千万几亿的赢议额 冲锋陷阵 回到家 你的老婆 却为了几万块钱的小工程 心情不好跟你吵架 早知道支玲这么任性 我就不会答应你们了 妈 支玲是我选择的 是我喜欢的妈 所以我才无奈呀 我宝贝儿子的喜怒哀乐 完全掌握在另外一个女人手上 妈 我 我年轻的时候 你奶奶说让我站我就站 说让我做我就不敢蹲 哪有那么多的要求 妈 我现在工作很忙 不想谈这些事情 你帮帮我好吗 知道了 我不会让你做夹心饼干的 新的开始 太棒了 这样往这儿清一清 还有呢 把这里重新的粉刷一下 然后就可以把东西搬进来了 没看过这么酷爱工作的 要我男朋友有这么好的条件 我才不这么累呢 你不懂 我想这份工作花不了多少力气 要是连自己的空间都没有的话 到时候跟好人吵架 连躲的地方都没有 这个地方要不要找人来清理一下 自己动手就行了 你工作的事情 这往我好像不是很高兴 好漂亮的车 知灵 这是我对你的支持 我想过 你为什么说你是植物了 其实你不想像植物似的 被固定住 那我就送你四个笼子 可以方便你行走 这部车 既可以旅行又可以载货 我想你一定会喜欢的 不过 你送我东西 不用花这么多钱的话 我更喜欢 原来这个样子 我没有不喜欢 这部车子确实很实用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佩服你 你永远都可以找到拒绝我的理由 我没有拒绝你啊 我说过我喜欢这个车子 它确实很实用 我确实很喜欢 无所谓 我先回办公室 有事的话再跟我联络 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根本就是想让他讨厌你 我没有啊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你希望他 着动给你提分手 你根本就是想分手 只是不想当罪人 等着浩然来给你提 你知不知道 你这个样子真的很糟糕 你不要乱说 我根本没有这样行 而且我跟少凯 早就没有联络了 是你前一世要你这么做的 说不定连你自己都搞不清楚 你不要乱猜了 你不要逃避 对自己诚实一点吧 我很诚实啊 我就是不懂浩然 为什么叫我千里条下来到上海 还要我把好好的工作室收掉 如果你喜欢他的话 就应该替他着想 我去买些清洁用品和拖吧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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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想撕 你 你 你 那 你 你 快点 慢点 慢点 喂 喂 喂 是你吗 你为什么不说话 我一直 我一直不敢给你打电话 喂 喂 喂 好 我知道了 谢谢 好 好 谢谢 喂 喂 刚才那个电话是我打的 不好意思 我是想问你 我家已经把婚纱寄过来了 我怎么还给你啊 你好吗 我是直接交给你呢 还是拿去还给陆明 你发生了什么事啊 你刚才是不是在哭 没有啊 我刚才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啊 上次见面 你很平静 嗯 你很平静 我也很平静 因为我们对这段感情 都不能再有期许了 我们讲好了 要回到各自的生活里头 好好地过日子 好好地过日子 成功了吗 快了 那就是 还没有成功 我一直不敢再见到陆明 我总觉得 我好像从他那里偷走了什么东西 所以永远都爱他一切 你别这样想 我看 还是不要让陆明知道 我们见了面了 我直接把婚纱送去还给他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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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我在 那你为什么不挂电话 因为有股力量在阻止 阻止我 阻止我向幸福说再见 不知道为什么 你总是让我感觉到幸福 喂 喂 对不起 这样约你出来 其实是很冒昧的 无所谓 再说 我领你的薪水 向老板汇报工作 也是应该的 你想问什么 就问吧 我并不是一个 只懂得用钱来解决问题的人 我喜欢用比较简洁 有效率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我知道 可是爱情这种事情 很难去计算投资回报率的 他是不是有欣赏的人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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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做什么 婚前恐惧症候群吗 到处走走 散心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帮你 我不想娶一个不爱我的女人 我得让她爱我 对我死心塌地 好 我试试看 但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 知灵个性很倔强 虽然说话很温和 但是她很固执 对她 就像拍皮球 你不拍 她不跳 但用力过猛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当 伤的 就是你自己啊 不可能 是啊 妈 我回来了 就这样啊 妈 好再见 下班了 我们快开饭了 知灵回来了没有 回来了 我让下人做了她最爱吃的醉虾了 妈 谢谢你 傻孩子 知道妈好就好了 我先去看她 你在找什么 没有 为什么那么紧张 你为什么进来不敲门 知灵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 知灵 来 多吃点这个 还有大量的维生素C 美白肌肤的 免得人家说我们浩然娶了个外籍劳工当老婆 知灵 你的工作室打扫的怎么样了 我今天出去买了一些打扫用具 婷婷就不知道溜到哪去了 所以只打扫了一半 我明天找人帮你 我明天跟花普店约好了 要去看花 叫司机带你去吧 路你又不熟 不用了 露在嘴巴上问人就知道 婷婷 我今天看到一家很棒的曹四川卖店 里面有不少好东西 你说浩然问你 我是不是有欣赏的人了 对 她已经开始怀疑你了 我知道了 上次我们走失的那一天 我跟少凯在路边说话 被浩然看到了 不过她以为是我的学长呢 好险 停 帮我一个忙好不好 准美好事 你帮我把婚纱还给陆敏 还给她 我已经答应少凯了 你答应她了 你们又见面了 你去找她了 没有 你不要管了 每次都叫我不管 你们去找她 那她来找你了 那件婚纱是支妹花钱买的 要么她再花钱买回去 而且你把婚纱还给她 支妹回来 你怎么跟她交代 这些你就先不要管了吧 你每次都说不要管 你知不知道你很任性 那就算你交友不慎了 你又 拜托了 就最后一次 真的 拜托了 我真是拜给你了 谢了 我拿给你 陆敏 这个你还要不要接 如果你不想接就不要勉强自己 可是公司转型 这是个机会 机会不止这一个的 不归严主 华小姐说要把这件婚纱还给陆小姐 这件婚纱我卖出去了 卖出去的东西数不退换 卉卉 这件衣服不可以说 那你自己跟少凯说 你们耍人 你如果真的不要 就不要叫你男朋友来搅和吗 你是说 是少凯去找华之灵要的 没错 我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 你可不可以管好你男朋友 叫他不要再纠缠智灵了 喂 你说话客气点行平啊 谁纠缠是还不知道呢 陆敏和少凯早就认识了 如果不是华之灵 他们早就结婚了 智灵还不是一样 他们的婚期已经定了 可是一改再改 不管怎么说 这次都是你们少凯先找他的 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啊 你有钱了不起了 有钱就抢人男朋友 还理直气乱啊 什么叫抢人家男朋友啊 如果他们感情没有问题 智灵有本事抢吗 婚纱你拿过去 我们会做 要多少有多少 你干什么嘛 真正都说不要了 打回去 莫名其量 如果我说话有不当的地方 我向你们道歉 不过 我真的希望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陆敏 你不要紧吧 他骗我 他还是去找他了 陆敏 他骗我 陆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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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啊 没关系 一个也对不起别人 但是你千万不要对不起你自己 我不喜欢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不喜欢我现在这个样子 可是 他说的没有错 如果我跟少改之间感情没有问题 画质里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破坏我们 没有 我有什么资格去责怪人家 我有什么权利 你有 是少改先去找他的 是我没有能力挽住少改的心 但是少改不是还瞒着你吗 他瞒着你 表示他还在乎你 他怕你难过 表示他对你还有爱 你觉得他爱你吗 我不知道 不要用爱兵政策去博取他的同情 这样就算他留在你身边也是心不甘情不愿的 你要有自信心 有自信才有魅力 你要让他看到你最美好的一面 想想你当学生会长时候的样子 想想你得到最佳新人奖时受到的肯定 想想我们的创业 想想我们的壮志熊悉 你很优秀 你是一个很棒很棒的设计师 充满想象力爆发力的 我帮你准备咖啡 你化个美美的妆 打个电话给华智林和少改 你要记住你是赢家不是输家 因为少改还在你的身边 够杯咖啡 谢谢华智林把婚纱还给你 谢谢少改这么爱你 你看怎么样 你在工作上这么成功 就是因为不屈不挠 所以在感情上也不例外 什么都不要问了 东西已经安全抵达 你怎么了 不是叫你不要问了吗 跟人家吵架了 没有 一定有 你的性格我是了解的 那你自己去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朋友做的这样已经是极限了 你知道吗 你已经有浩然了 干嘛还要去招惹人家男朋友 让人家说你是抢别人男朋友的女人 你愿意这样吗 你拼了命的拒绝浩然 拼了命的要工作要自由 就是为了当这样的女人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这样说的 假如连你都这样想我的话 我真的会很难过 我没有这样想你 我只是 我当初也不知道她真的有女朋友 我以为 我以为我跟她只是一个偶然 我跟浩然分手 也就没事了 对不起 我只是如果因为这样 让你受委屈 我真的觉得很抱歉 算了 这也不怪你 我只是亲那个少凯把你耍得团团转 她怎么能叫你把婚纱还回去呢 那是至美花钱买给你的 我可以体会陆明的感受 重点是少凯怎么想 我就是很气她这一点 说话呀 喂 你好 我是陆明